以色列又對黎巴嫩展開新一波的攻擊 直接瞄準的是真主黨的總部 而且炸死了真主黨的領袖 這也造成了當地有無辜居民 至少6死90以上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又遭以色列空襲 各地不斷傳來爆炸聲尖叫 灰蒙蒙的紅色煙霧迅速遮蔽天 滾滾濃煙吞噬太陽 逝去彷彿迎來世界末日 高樓大廈被移為平地 人民腳下是一片廢墟 當地時間27號凌晨 以軍隊黎巴嫩展開新一波攻擊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親自發號施令 透過電話批准空襲 徹底摧毀黎巴嫩6棟住宅大樓 搜救人員從縫隙中爆出兩名生還幼童 將他們送上救護車 這起攻擊至少造成大約百人死傷 伊朗外交部長向聯合國安理會表示 以軍這次是使用美國提供的5000磅地堡破壞者炸彈 不過針對這次攻擊 美國趕緊切割 以色列之前才威脅黎巴嫩真主黨要打地面戰 中東局勢急速升溫 美國依舊強調要藉由外交緩解衝突 多國持續呼籲中東停火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更是用詞直接 要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眼睛放亮一點 布林肯甚至表示以色列要自己做決定 也凸顯沒以兩國關係似乎漸行漸遠 提片新聞綜合報導 好 總部被轟炸 領袖還被炸死 這口氣真主黨當然是吞不下去 所以隨時是對著以色列的北部 進行了火箭彈的反攻 那葉門胡賽組織現在也聲稱 說他們在鴻海成功襲擊的 三艘的美國驅逐艦 黑夜中好幾發火箭彈 從黎巴嫩朝以色列攻擊 被防御系統攔截後 在空中爆炸發出巨響 但還是有不少民防受到波擊 燃起熊熊大火 不只真主黨來襲 他們盟友葉門胡賽也對以色列猛攻 向台拉維夫發射地對地飛彈 胡賽組織還進一步聲稱 已經在鴻海成功襲擊 三艘美國驅逐艦 不少示威者高舉槍支 喊口號力挺真主黨 伊朗也加入深遠真主黨行列 數百名示威群眾在首都德黑蘭 火燒美國和以色列國旗 抗議以色列軍事活動 也怒批美國軍援以色列 除了中東國家不滿外 西班牙 約旦也出現大規模示威 呼籲以色列停火 在多國抗議聲浪中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出席聯合國大會 走到台上準備發言 結果發生尷尬一幕 多國代表發出虛聲 還離席抗議 儘管如此 納坦雅胡仍強調 真正的戰犯不在以色列 而是在黎巴嫩 伊朗加薩等地 美國前任職談判專家 接受CNN专放 直接嚴厲批評 哪談雅胡 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當中 TVBS新聞 王欣堂 蔡依杰 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澤倫斯基 訪美之際 已經將勝利計畫 交給了美國兩黨候選人 跟拜登總統 那麼也來看 烏軍釋出了前線最新的畫面 他們在空中的作戰 從背後擊落了 俄羅斯的無人機 致命的俄軍無人機 在空中盤旋 一發現目標 就毫不留情轟炸 但螳螂捕蠶 黃雀在後 技高一筹的 烏軍無人機 接連從背後 擊落好幾架 俄軍的柳葉刀 ZARA-421 等先進無人機 我們能夠毫無人機 烏軍持續在東部 對內刺客阻擋俄軍 遭到敵人 不斷用牽引式火炮狂轟 俄羅斯官媒更聲稱 俄軍已經開始攻擊 離烏軍後勤重鎮 波克羅夫斯克以南 約80公里的布格列達爾 連烏軍分析師都說 鑑於目前戰況 逐漸撤軍 恐怕在所難免 前線在打仗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持續為說服 美國軍員長城武器奔走 也終於漢曾放話說 沒很想見他的 前美國總統川普 見上一面 川普更是改口 說很高興見到澤倫斯基 還說照自己 與普清的交情 解決烏額衝突 根本小case 我們有很好的交情 我同時也有很好的交情 你也知道 總統川普也有很好的交情 我認為如果我們贏 我認為我們會得到 很快的 很快的 我真的認為我們會得到 我們會得到更好的交情 不過澤律斯基似乎也暗示 若川普真的升選之後 希望能多挺烏克蘭一點 才能真正解決 這場烏爾戰爭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